他曾是古姐和豪金的噩梦 更是潜藏在危机里的噩梦 如今他卷土重来 劫持了老布 此时的老布命悬一现 自实验室成立以来 古姐团队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掘墓者 两年前 古姐和老布接手了掘墓者的勒索杀人案 就在他们即将解开掘墓者的神秘面纱之际 掘墓者出手将古姐和豪金绑架了 不过好在古姐和豪金逃出了升天 而这次掘墓者抓走老布 是为了追寻一个重要的证据 这个证据就在实验室里某人的手上 只要在20个小时之内 将证据放置于墓园 他就会让老布安全离开 否则老布将命丧黄泉 由此古姐断定 掘墓者一定对警局的系统了如指掌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信心绑架老布 并索要物证 豪金见情况不妙 直接坦言是自己拿走了物证 那是一块汽车上的配件 通过这块配件 可以直接锁定掘墓者的车辆 并找出掘墓者 古姐想让豪金交出物证 拯救老布 可豪金拒绝了古姐的要求 她想通过查案的方式 一举挫败掘墓者 古姐答应了她 但前提是 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找到掘墓者 如果时间不够 豪金则必须交出物证 救出老布 古姐利用汽车配件 寻找符合车辆 却一无所获 安吉拉通过对比两次通话语音 发现通话的背景音里 充斥着海鸥的叫声 以及海浪拍案的声音 因此 安吉拉认为 掘墓者是在海边附近拨打的电话 而距离海边最近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专门写掘墓者 传奇故事的小说家 豪金和古姐立即去车 寻找小说家的下落 隔下一秒 小说家被力气贯穿身体而亡 探员阿牧也在这时 带着警员控制了犯罪现场 他指控古姐和豪金 涉嫌偷倒尸体 并将尸体扣留 古姐和豪金 只能选择交出证据 来拯救老布了 墓园里 豪金将物证放在了指定地点 他心急如焚 对着树上的监控器大喊 安吉拉和小甜甜在一旁 使用声音检测器 判断掘墓者的方位 突然 静魂未定的古姐 这下终于明白 掘墓者根本不在乎证据 他只想要杀掉他们 以除后患 阿牧率领警员再次赶到 将古姐一行人带回了警局 而这次失败的行动 让高层极为震怒 古姐团队被彻底剥夺了督查此案的权力 并将掘墓者的案子 移交给了一位叫灭绝的女警长 走投无路之际 古姐忽然灵机一动 想出来一个极端的办法 距离掘墓者给的时间越来越近 古姐只能找来老布的弟弟瑞德 希望瑞德能够帮他把小说家的尸体 偷回至实验室 瑞德最开始十分抗拒 但自己的哥哥如今危在担心 他只能选择放手一搏 将尸体偷了回来 但灭绝再次前来 将掘墓者的案子重新交给古姐 如今看来 灭绝就是臭名昭著的掘墓者 可古姐团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只能一边让警员搜索他的住所 一边审问他 在灭绝的住所 警员找到了各种犯罪证据 并依法逮捕了灭绝 豪金在灭绝的住所里找到一双鞋子 并从鞋底的铁锈中化验出灭绝 在24小时之内进入过一艘老式军舰 卡米尔通过定位 找到了银海未知的老式军舰 古姐立刻登上直升机前往了此处 而瑞德却因为偷到尸体 被FBI带回了警局 古姐刚刚抵达军舰上空 就看见老布亮枪地走出船舱 老布回头看了一眼 眼神里充满迷茫和困惑 一段痛苦的回忆 在老布脑海中闪现出来 老布被掘墓者囚禁后 在蜜蜂的船舱里 遇见了自己曾经的战友阿杰 阿杰帮助老布逃出生天 但在这之后 阿杰却不见踪影 原来那是2001年的中东 老布带着阿杰去执行任务 阿杰作为老布的观察手 不心受伤 于是老布为了拯救阿杰的性命 背着阿杰徒步穿越20公里的路程 而阿杰却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在这之后 老布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并选择退役回国 回国后与前妻相爱 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小小布 小小布的名字 就是阿杰的姓氏 老布以此纪念着这位战友 直到今天 曾经你救过一次 那么如今 我也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停下 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